今天是不可思議的吃瓜藍莓 年剛過完吃瓜小份隊又開始上發了 2月15日一向吸力的小狗又爆大了 姓張柏茲目前已經停工休養一個月 而此是懷了第四胎 作為娛樂圈的知名女星 張柏茲的感情生活、家庭狀況以及個人動態 一直以來都是媒體和粉絲們關注的焦點 要知道每逢過年過節 娛樂圈一眾明星通常都是在各大晚會 或者社交平台上拆足存在感 而一向愛分享日常的活躍分子 張柏茲今年卻異常沉默 自然是引起了廣泛猜測 從哥哥寫媒張浩漢 距離他最近一次更新動態已經過去一個月 在視頻中他出鏡的視覺僅限於想本身 好將是故意被開覆步 再加上問答中 他被問到和幾個家人一起過年的問題 回答的是 在中國香港的所有家人 這樣恆惡不清的話 綜合各種猜測 這才被媒體腦保出了他兒子四胎的結論 對於這個傳聞 目前張柏茲與工作室 都沒有任何澄清和回應 也不知道是因為還沒開工 還是另有隱情 張柏茲自從2011年和謝霆鋒離婚後 自己戴著兩個兒子 感情生活備受關注 時不時就有飛聞傳來 不過他從來沒有正式承認過 2018年 張柏茲突然被爆出三胎生子 消息傳開後 工作室出來應領了此事 但並沒有提到孩子父親是誰 關於孩子生父的猜測 衍生出了各種版本 多位和張柏茲有過交集的男士 都爭被列為了候選人 和張柏茲交情頗深的新加坡好友里奧 內地富豪孫東海 甚至是前夫謝霆鋒 都是網友猜測的對象 其中轉得最火熱的就是孫東海 雖然當時工作室已經闢謠 但謠言還是愈轉愈烈 這位富豪的實力如何? 據了解 孫東海是靠搞房地產法家的 在影視投資方面也有涉獵 有內地向華強之稱 孫東海和知名女星恩圖 李小燕都談過一段 當年她和李小燕的事情鬧得沸沸揚揚 兩人在一起後 李小燕才發現霸種的真面目 事故控制獄極強的家寶 想分手卻被恐嚇威脅 好不容易分手 李小燕和導演煙婆在一起 孫東海就找人當街 把煙婆砍成重傷 據說孫東海就是因為這件事 躲去香港時和張柏芝認識的 後來被拍到幾次兩人一起出門流蛙 還曾有狗仔拍到兒子 孫東海陪帶肚張柏芝去醫院產檢 所以張柏芝三胎消息傳來 網友才會鎖定孫東海為孩子生父 幾年以來面對種種傳聞 張柏芝始終保持沉默 孫東海坊也沒有任何吸出任何回應 讓這個謎團繼續保持懸念 直到去年8月份 張柏芝工作室法文稱 張柏芝身體抱養 暫時取消工作安排 網上有傳出了張柏芝被孫東海家 或兩人爭奪孩子撫養權的瓜料 這次孫東海終於暫出來回應 表示自己和張柏芝此事曾經相識 已經當年沒有聯繫 造謠的媒體還被孫東海告上法庭 勝訴了 隨後造謠者公開手寫道歉信 這個轉了當年的瓜總算是落地了 謠言一個個被粉碎 但關於張柏芝的第三個兒子 大家只知道他名叫張禮成 始於生父到底是誰 始終是個迷 現在張禮成已經五歲 張柏芝也四十三歲了 他還可能冒著高齡風險再生一胎嗎? 也不是沒有可能 張柏芝老祖就在節目上透露過 自己很想生一個女兒 也有不少粉絲期待他能生個女兒 繼承他的美貌 況且他有足夠的經濟條件和精力 想再聘個女兒也能理解 這麼多年來 張柏芝一邊大話一邊聘事業 大眾都看在眼淚 在當媽媽這件事上 他確實稱得上是個超人媽媽 其實這次不是他第一次被轉四胎了 之前就有老人稱 在賽市場遇到他小腹微龍 疑似又有了 他在直播中的一些畫面 也被網友認為頗有韌味 對此張柏芝曾回應說是自己是多了長伴 年齡大了代謝變慢等等原因 這次傳聞再起 網上已經熱以好幾天了 而當事人還在神人 張柏芝和前夫謝霆峰所生的大兒子已經16歲 可能被送到澳洲年書 已兒子也13歲 小兒子5歲了 43歲張柏芝如果真的懷第四胎也是高齡產婦 只能說他真的狠愛孩子 張柏芝7年沒有拍戲 2021年參加乘風破浪陸制 再度走紅 雖然才藝表演並不是狠出彩 但也增加了曝光術 後來還參加多檔中藝節目的陸制 他也張家搬到了上海 幾個孩子也隨著他生活在上海便於工作 雖然參加一些綜藝節目的陸制 但張柏芝的熱度並不高 也沒有氣弱 但也不決贊前的機會 現在又傳出他懷第四胎的消息 這有利有弊 豪的一方面是可以靠生孩子維持人氣 不豪的一面是可能沒人還會要他拍戲 因為孩子要照顧拍戲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 為了照顧孩子 張柏芝可能不會長時間不管孩子 當然家裡有保母照看 但對孩子的成長影響似乎不是很好 張柏芝是聰明人 雖然43歲但顏值在線 依然狀態超越同齡人 而且他是骨傷美人 從來沒有發揮過一直保持絕佳的狀態 張柏芝雖然偶爾參加綜藝節目錄製 但他也直播大課 估計也賺到不少前 多年沒有演戲 張柏芝的演技可能再退步 但不妨礙他撈金 他擁有兩大殺手間 一個是三兒子的生父 其次是可以營銷美貌 其實自從三兒子出生後 大家都一直在猜生父是誰 而且這種狀態也讓張柏芝保持一個很高的熱度 孩子的父親一天不現身 那麼這個熱度就一直在 三兒子對於他來說出生不是拖累 相反是他的福氣一直吸他製造很多話題 如今假如真的懷四胎 可能孩子的生父再度會被猜測 那麼維持人氣的殺手間將再度增加一個 張柏芝喜歡小孩所以才會一直生生 他不在乎別人的議論 更不怕撫養孩子很辛苦 因為熱愛所以才會繼續生 每個人的追求不一樣 有人喜歡丁克家庭 而張柏芝純屬於喜歡小孩 所以不結婚也一樣生生生 張柏芝的經紀人不回應 估計懷思胎的可能性很大 李雪梨 在此次事件中 謝霆峰的態度被受關注 據報導謝霆峰在得知 張柏芝的決定後並未做出過多回應 指示對記者表示希望他能夠幸福 這一表態引發了許多猜測和熱議 有人認為謝霆峰並不支持張柏芝的決定 也有人認為他事在默默祝福 無論如何謝霆峰的態度 無疑吸了張柏芝一些壓力和困惑 也讓外界對他們的關係更好奇和期待 回憶起這一對前夫婦一度被大家認同為金童玉女 雖然因一場醜聞離異 但離異後並沒有孩子的爭奪 沒有經濟狗角互相維護 被大家認同為離異後相處極好的典範 此事至今仍夠有人為張柏芝可惜 覺得他的錯父並不值得 也有人為謝霆峰不公 認為他愛了一個不守本分的女人 但實際上的張柏芝 真的不是印象中的玉女 相反 這是一個擁有著極其複雜原生家庭的女孩 她是母親結束了第一段婚姻之後 再嫁生下的女兒 但父母在其九歲時又離婚了 小小年紀張柏芝便背負了經濟重淡 十四歲便出來混社會因為 她有四個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 兩家共計七口人都要靠成名後的她一個人養 儘管如此張柏芝卻是天選之女 她十八歲出道之後便因為喜劇之王一夜爆紅 童年又因為聲遠摘得金像獎最佳新人獎 張柏芝的出現微補了講圈當時的女明星 正處於的清皇不接的階段 因此也成功成為了一支獨秀般的存在 事業最巔峰時連張子儀、李冰冰都給她做配角 周星馳也直言她是百年難得一遇的天才 確實張柏芝並不是只有喜劇之王者類 似乎是僅憑一張臉拼取眼球的作品 2001年她首度進軍國際市場 撤拍了韓國電影《百蘭》 隨即便獲得了電影大中獎最佳女主角提名 次年張柏芝又憑借一部河東思考 順利地打開了中國外地的市場 哪怕當時的觀眾或以疾度或以不適的負面消息去評價她 但不可否認的是 曾經的張柏芝也是上天上飯吃的存在 但事改變很快就來了 2004年張柏芝剛剛因為愛情片《忘不了》突破了 自己以往的玉女形象出現了一個單親母親 並紮得金像、金子經等最佳女主角獎 轉身便在陳海哥執導的無極中 從於謝霆鋒 不能說兩人的愛情毀了她的演藝事業 但是張柏芝確實是在犯了戀愛怒之後一決不振的 前婚之後她便以決絕的姿態退出了娛樂圈 彷彿未來的人生才是自己最想要把握的 但好太太的日子想未體驗過人 便因為艷照們事件的爆發而搖搖動聚 當時人人都在指責事件中的女星們 以人妻身份的張柏芝 受到的火力攻擊最為猛烈 謝霆鋒作為丈夫 也出面直言兩人的感情 不會因此改變 甚至還在同年底 相繼送給妻子張柏芝價值9,000萬的豪宅 和6,000萬的豪車 我希望我和我太太的婚姻是永恆的 但這句話如溫尚在 兩人卻在2012年5月觀孫離婚 事實上在這之前 張柏芝已經開始著手復出 他於2010年便主演了電影《最強起事》 《還客串了》極速天使 沒有人知道他的復出是因為已知婚姻的危機 還是對於演戲暫前重新有了慾望 說回到正題 在謝霆鋒態度備受爭議之際 另一位娛樂圈大駕周迅公開力挺張柏芝 周迅表示 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人生 同時他也對張柏芝的勇氣和堅持向他表示讚賞 這一表態受到了廣大粉絲的首行 也讓一些對張柏芝的決定 持保留態度的人開始反思和重新審視 好了今年的視頻就到這裏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